在台东县金峰香丽秋村 有位热心的退役军人罗征徽 带领鲁拉克斯部落居民种植咖啡树 他们采用有机种植方式 加上大午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所生产的咖啡口感香醇滑顺 连续两年获得台东十大经典咖啡 由于大午山脉特殊的气候条件 鲁拉克斯部落生产的有机咖啡 口感特别香醇顺口 还带点淡淡的花香味 日夜温差又大是一个非常好种植的 一个咖啡的一个地方 相对的在口感方面 也它的硬味还有柔滑度 都比其他的咖啡都还要好 要冲泡出一杯好喝的咖啡 除豆子本身的品质外 冲泡前的步骤可是非常重要的 磨之前先放几颗现在的趣味 你要磨这个新的豆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一个气味的动作 原本你下一次要磨的一个味道 是你的咖啡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们磨的咖啡 好香哦 给它十秒钟去醒它的咖啡的味道 去保温去酝酿它咖啡的那个味道 以后冲泡出来的咖啡才会好喝才会香 拌水洗方式会比较滑顺 对一般的那个喝咖啡的人来讲是比较顺口一点 在一个机器里面直接把它灭处理方式 相对它口感方面会有比较重一点 会比较有风味会比较好一点 连续两年荣获台东县十大经典咖啡的 鲁拉克斯部落 罗中辉希望辛苦种植的有机咖啡 能为部落产业开创另一个新契机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 方雅仙台湾台东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